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相信大家看到影片的名字 都知道我今天是做一個Chanel的unboxing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紙袋是極度潮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買了這袋都整個月 其實是在我上年生日 不是上年 上個月生日 1月12日的時候 那天我摘完肚子就去了買 其實我真的不是經常買袋 但我又覺得生日不如買些東西給自己 但我又想不到買什麼 本來我本來想過買首飾 但好像又看不合 又沒有時間去逛街 因為我們生日後又要照顧她 那天剛好摘完肚子就去了買個袋 我現在快速地unbox它 因為上一條Hermes的unboxing影片 我講了很久先unbox 然後很多人衝進來看 然後一直說 說那麼多 廢話 我現在先unbox它 上面都封層了 那裡面有一盒小的東西 有一盒大的東西 還有一盒大的東西 還有一張單 首先呢 現在我們就unbox了小的東西 先放近一點 它這個花貼得很實 不過呢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點失望呢 我買的東西不是特別好新的東西 這盒呢 我很久沒在chanel買過東西了 就是一個卡住 一個很經典的卡住 它這個是牛皮 然後是銀扣的 我買過卡住 就是因為我真的需要用卡住 我本身的卡住 其實不是太漂亮 那我就想 不如買個漂亮一點 也有想過買LV的 但不知為什麼 就買了chanel 可能因為樓先生 早前送了這個 vanity case 給我 重燃起我想買chanel的 小小火 黑色是我喜歡的 還有我覺得chanel黑色很漂亮 另外它今季好像22p 還沒出了一個很淺的babypink 那個我也看到它有出卡住 但我上次去買的時候 它還沒上貨 我那天買完這個東西之後 也有一個SA給了我卡片 我也有WhatsApp問 有沒有粉紅色的卡住 當然它是說沒有 現在不知為什麼 想買東西都好像這麼難買 為什麼又好像變了MS 什麼差都沒得買 好煩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銷售的模式 說回這個卡住 卡住裡面 這個還是卡的 不是那個雷射貼紙 這個卡住其實是很基本的 中間放到一點點東西 然後前面一格 後面有兩格 不過這些卡住 是完全放不到進這些 Vanity case 是很搞笑 很強勁 你不怕撞爛的袋 或者沒有 我崩這些角的話 可以打斜放到的 Well 廢包是廢 所以 Couda還Couda 之後 就要unbox了 袋子 拿走這張袋子 大家 猜一下我 買了什麼袋 你們可以留言 告訴我 覺得我買了什麼袋 還有有沒有猜到的 我那天打開了這張紙 然後看到裡面包成這樣 所以我就放棄了unbox它 寧願在Youtube拍片和大家一起 開心分享 暴力的時刻 來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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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開一股 就是 這個 小小的Chanel 19 和大家 之前可能看過的 有些不同 就是 這個扣是新的 它是銀色的 至於為什麼我會買這個袋子 其實我也不知道 很久之前我看到它 就覺得它有點噁心 但是看起來 我又覺得它OK 還有 我自己有Classic flap 也有2.5 我覺得那兩個袋子 比較女性 好像斯文 我有時候想穿一些 Casual的衣服 背著Classic flap 其實不是很搭 我覺得這個袋子 可以Casual一點 配一點 感覺 沒有那麼女生 我看Sameva之前也買了一個白色 我自己喜歡黑色 還有我喜歡小尺寸 因為它的小尺寸 其實也不是十分小 我165cm 背它 就沒有背過 沒有背過 不知道有多長 我想不會這樣背吧 除非真的 可能在逛街 手拿著其他東西 它的掌握 就可以這樣拿著 應該可能會 就手一點 而且我用很多袋子 都有手掌握 所以我覺得有手掌握 是不錯的 那天是摘完肚子 然後人們走得很直 因為摘完肚子 其實你個人不是很烤得低 但我又想快點去買了它 那天我去了兩間購物 兩間都尖沙咀 第一間走了半島 那些SA是有點西 說真的 我進去其實是 打算看Cahoda 我兩樣都是想買的 因為我真的需要Cahoda 而且這個袋子 我已經看了 然後覺得也是買的 首先Cahoda 什麼都沒有 好像有一兩個 是那些很燒的 金色還是紅色 那些噁心的東西 然後袋子又沒有 之後馬上放棄了 然後走了Harvard City Harvard City 有我想要Cahoda 不過它就說沒有金色 只有銀色 我是非常OK 因為其實我不是太喜歡金色 我是近年才買多了 少少金色的衣服 所以銀色我是OK的 然後我就說想看這個袋 然後他就給了這個袋子 他就說得銀扣 沒有金扣 問我有沒有OK 我最初看下去 我就覺得有點古怪 因為可能我看慣了 很多人買的這個袋 都是金色扣 但是看多兩眼 其實我又覺得 銀色是適合我多些 因為我不知道 我自己比較喜歡銀色 他跟我說這條鍊 金色銀色的部分 都是Reverse 所以那個Handle 都是銀色扣 不知道 我自己覺得自己 用金色的東西 有些不漂亮 還有有時候我覺得 金色有一點老氣 銀色好像比較低調 還有型一點 我自己覺得 你們喜歡黑金是OK的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黑金 因為夠classic 但是我自己覺得OK 還有我又不會賣手袋 所以 resell value 也不是我一個 要考慮的因素 所以就 OK了買了 買了 拆開 看看我都沒有打開過 其實我買了回來 整個月都沒用 一直都是想著 拍了unboxing片 才開來用 結果新年之前很忙 沒有空拍 所以新年一直都沒用新袋 現在是初幾 初八 初八才開新袋 不要緊 裡面是鮮紅色的 有一個暗格 裡面裝了多少東西 我就不詳細說了 因為應該有很多人 都買了這個袋 或者看過這個袋的review 如果你們都是想看一個 我用過這個袋之後的review 我看看是不是很多人想看 如果很多人想看我就拍 如果不是我就不拍 因為這個袋 不是一個什麼新的袋 唯一一個害怕的東西 就是怕這個袋 用得久 它的皮會不會軟 會很扁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買了兩樣東西 至於接下來 有沒有其他袋想買呢 手袋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通常我是 不知道為什麼 忽然之間 想買我就買了 沒有什麼wish list的暫時 想買一個大的toe bag 因為媽媽她需要奶粉袋 有時候跟Babylou出去 真的要背著很多東西 所以我老公 才會送這個fanty case給我 因為她覺得 我所有東西都摘在這裡 然後整個袋 就可以自己背著 或者扔到大的袋 然後她就背著大的袋 如果再買新袋 才再跟大家開箱 我也知道大家很喜歡看開箱片 奈何我真的不是經常買很多東西 如果有就再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這條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給個like 走之前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訂閱我這個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